哈喽,大家晚上好,我是郭汉修禅 咱们这个视频呢,重点来给大家再一次强化咱们前面分享过的牛股绝经超盘体系 其实呢,它是对于独家MI均线的特别运用 好,那么它的一个核心呢,重点其实是把握趋势列的个股 那么呢,咱们今天结合具体的个股案例 以及呢,用这样的方法,它的一个实战运用 好,首先呢,在均线的体系十字章中 咱们所采取的是5MI5,MI13,MI144,以及呢720 那么像513,144呢,均取自于,就呢,取自于我们菲巴拉切数列 那么同时,咱们用这样的一个均线体系的话呢 其实像114和720,它看的是牛胸语强弱 那么5和13呢,作为把握买卖 短线的强弱攻守,以及呢,波段的强弱与攻守 好,那么对应的像辅助性的一些参考指标 例如像浮图指标,像MSD也好,呃,成交量也好 包括呢,像,呃,逐利车门指标 M4ST,这些呢,都属于通达性行情软件当中自带的 好,那么咱们给大家首先呢,在,呃,结合具体的购物案例之前 给大家讲一个核心,什么核心呢 呃,在MI均线的一个实战运用当中 它分为,呃,两大,呃,类型 一大类型呢,是属于嘛,有波动,没有方向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个股整体来讲,它是在一个增浪区间 在这样的一个盘整 那么,或者呢,在这样的一个缓跌通道,以及缓涨通道等等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它是属于有这样的波动 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也许说不存在所谓的趋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更多的,呃,参考趋势线的角度 例如说呢,呃,做出这样的一个趋势通道 在趋势通道范围内呢 可以把握低线高炮的操作 而不适合采用均线 那么均线的话呢 它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均线连合 以及呢,呃,今天突破 明天跌破的 它没有实战意义 那么所谓的,呃,用咱们牛股绝经超盘体系的话呢 是指它刚刚形成方向 然后呢,在这样的方向的基础之上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呢 来延续把握这样的一个趋势 好,就呢,属于有波动没方向 以及呢,以及有波动有方向 已经形成明显的方向 因为像MI均线 说到底,它是来捕捉 补价的方向的 那么呢,在没有方向的时候 它体现的是均线连合状态 有方向的时候呢,它是多头排列 那么向上多头排列呢 指的是,呃,趋势多头 向下的话呢,空头排列 指的是趋势空头 好 那么呢,咱们结合个股 然后呢,重点给它讲 咱们牛股绝经超盘体系 这样的一个交易口诀 好 首先呢,例如说咱们 拿前面给它讲到过的一些案例 然后呢,再已经涨起来的 然后呢,咱们再举一些 还没有涨起来的应重的方法 应该怎么去把握 例如说,像诺德股份 600110 那么我们来看呢 用这样的一个 其实呢,你所看到的 像红色的,它代表的就是720天均线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紫色的呢 代表的就是114天均线 好 那么像上方这种黑色的 代表的是5天均线 这样呢 红色的呢,代表的是 13天均线 大家呢,当然可以自己 直接呢,把均线撕制成5134和720即可 好 那么咱们来讲一下 用这种方法的话呢 首先,我们来看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震荡区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呢 用均线的一个视角 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均线的粘合 就是呢,均线的频繁交叉 那么在均线的粘合当中呢 你参考均线来请把握 实际上,它并不可取 因为呢,没有明确的方向 但是呢,在这样的局限里面 如果说用趋势通道的一个视角 把握低级高炮是可取的 但是呢,当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多头排列 也就是呢 股价站在144天均线上方 同时5天和13天均线的话呢 也处在这样的一个警察状态 处在这样的一个多头排列 那么什么是多头排列呢 就是从高到低 第一次是5、13、144 好,那么处在这样的一个多头排列的状态里面 那么咱们来再一次回顾咱们 蛟龙出来,交易战法这样的交易口诀 周看牛熊,日看强弱 体现的是144天均线 那么周开线的144天均线呢 放在日开线级别上面 它体现的就是720天均线 好,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我们把5天均线呢 作为进攻线,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各股上涨,强势上涨 必然是沿着5天均线向上运行 那么呢,所有的强势下跌 也必然沿着5天均线呢 向下进行走 所以说呢,如果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那么呢,它连5天均线都没有破 视为一种强势 那么呢,进攻过快 防回头,就是偏离5军 防范呢,出现短暂的调整 当解 进攻状态可持有,就是连5天均线都没有破 是可以持股的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尤其是把握一些趋势出城的个股 适合呢,用一些 就是呢,例如说 刚刚形成趋势 刚刚形成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向上突破 均线呢,刚刚形成多多排列的 而且呢,又符合主流热点 适合操作的一种方法 例如说用 用底仓 打个比方,用以10万资金为例吧 例如说呢 5万的仓位的话呢,保持抵藏持有 那么另外5万的一个仓位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口诀 把握这样的一个低吸高炮的一个操作 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既防止踏空 同时的话呢,也能够有效的 应对当下短暂的风险 好,那么偏离5天均线 就是往上攻击过快 偏离5军 那么呢,可以做减持 如果说呢 但是呢,这个减持的话呢 它本身是属于偏离面临短期的调整 趋势没有坏 那么呢,底仓可以持股不动 那么反之 如果说呢,回落 下来 那么这里面呢,像进攻过快防回头 就是偏离5天均线呢 防范短期的调整 可以先减 如果说呢,保持进攻状态 就是连5天均线 最终都不能破 是可以持股的 那么防守均线呢 看波段 就是呢 以13天均线呢 作为一个波段的一个参考 如果说呢,不破 偏离5军 或者呢,冲高过快 回落下来呢 不破13天均线 是可以把减的部分呢 再低息回来 好 止损设置 这样的话呢 这个止损设置的话呢 一个是 在买点的话呢 咱们参考的是什么呢 参考的是 例如说呢 刚刚新增趋势 可以呢 止损设置呢 可以参考 13天均线 或是呢 参考144天均线 那么咱们用个股来进行举例 好 就拿我们的落得股份来讲 当它形成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 在前面呢 咱们给大家讲到 这是一个平台的一个突破 平台突破的话呢 同时又处在这样的一个多多排列 那么呢 回落下来 不破13天均线 把握这样的一个低息的机会 那么呢 偏离5军 抵仓不动 可减 那么呢 回落 不破13天均线呢 可以再度这样的一个低息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连5天均线都没有破的话呢 那么止损不动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 但凡走出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或者扭股的话呢 它中途 会存在偏离5军的时候 也会存在呢 收盘里啊 列宋呢 调整 破了5天均线的时候 但是呢 往往 不太容易跌破13天均线 我们用它呢 作为一个波段的把13天均线的作为一个波段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参考 5天均线的作为一个进攻的一个参考 那么像144天均呢 只是把它当成大趋势 有没有走牛的迹象 有没有走熊的 就是有没有走强的迹象 好 这是诺德股份 那么同时呢 将量能来讲的话呢 上行的时候 整体来讲有量堆的一个维持 MSD在零度上方是为强 那么结合MSD 咱们前面有专题讲过MSD的循环理论 那么它其中就有一条呢 是属于强弱周期的循环 零度上方为强 零度下方为弱 那么如果再接触于咱们 MSD主力承门指标来看 好 站上 挥塞不破 挥塞不破 这是诺德股份 那么列数呢 再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列数像浪潮信息这样的 它属于超低反弹 还没有形成趋势 既没有走牛的迹象 也没有走熊的 也没有走强的迹象 它只是一个超低反弹 如果说像这种超低反弹的个股 它最后来 再往上冲高 冲高过之后的话呢 震荡 但是呢 没有给行低 再进行震荡 然后呢 再往上 那么呢 最终 它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 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玩法 趋势的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再往下来 那像金运通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就典型的 就是呢 当它吻合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形成这样的趋势的时候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把握 强势上涨 沿着五天均线的爬升 好像格力美 那么属于 像这一类的个股 用咱们 用咱们这样的一个扭股 冲击操盘体系来看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点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位置呢 形成均线的多排列 量能配合 MICD临组上方金差 价格呢 也站在阻力沉门线的上方 那么呢 强势上呢 沿着五天均线往上 那么如果说中间偏离五军 或者说呢存在短期 存在明显的一个涨幅 面临这样的一个短期调整的需要 那么呢 回落只要说呢 容易走趋势的一般呢 会存在跌破五军的时候 但是呢 作为13天均线 作为一个波段的这样的一个参考 那么现在像格力美 这样的个股 像这一天是涨停 如果说下一天呢 不能持续连板 只要不能连板 不管是高开冲高也好 还是说呢 是高开低走也好 他只要说不能持续强势连板 那么呢 他都必然会发生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的话呢 防范他的调整 调整的话呢 一方面他可以往下调 也可以以横盘的方式 那么最终 他会让我们的13天均线呢 再一次就能向上平移 如果说呢 偏离五军的短期 就可以呢先减 如果回落下来 即便破了五军 但是呢 他始终不破13天均线 再往上发力 又可以把减的仓位呢 再截回 抵仓不动 这是格林美 好 这是属于已经 咱们前面在这样的一个手帮的位置讲到 讲到过之后的话呢 现在已经是将近50%的这样一个涨幅 但是呢 咱们重点给他讲 现在说像还没有走出大的趋势的 例如说育英股份 育英股份用咱们教 用咱们这样的一个 牛股决进操盘体系来看的话呢 我们来看首先的话呢 他是有走强走牛的迹象的 他已经站在144天均线和720天均线上方 同时的话呢 像5天和13天均线呢 也处于这样的惊讶状态 那么后面的话呢 他的一个走法怎么去玩呢 如果说他对应的是属于 哎 持续在哪个走强的一种状态 那么呢 必然是好 5天13天均线 144天均线 720天均线 形成这样的多多排列 多多排列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回落 不管是回落 贴着5天均线也好 贴着13天均线附近也好 把握他的低息的机会 那么呢 再往上用这样的一个口诀 如果说呢 慢慢有的上涨 但是呢 始终不破5天均线之股 如果出现急速的上涨 一旦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连板 那么呢 偏离5军 可减 抵仓不动 如果回落下来的话呢 他连13天均线都不能破 那么又可以把我新的 把高抛的这样的仓位呢 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是呢 这种做法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一旦就是很多时候大牛股啊 并不是我们猜出来的 也不是我们分析出来的 而是市场走出来的 只不过呢 当走出来的时候 当你遇到了 你能不能 完整的或者很好地把握住他的收益 如果说他没有走出来走着半途 厌其息股 或者那中止了 或者那走开始走坏了 你能不能及时的 离场及时的 把风险降到最低 并不能凭借某种分析 就知道未来一定走多牛 这是不现实的 好 这是运营股份 那么同样的话呢 例如说再往向上海滇气 上海滇气的话呢 当前他也 他也基本上符合这种走牛和走墙的气象 但是呢 后面的一个走法 如果说 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呢 即便出现调整的话呢 他也是买点 因为呢 五天 十三天 一百四四和七八二 现在的话呢 他属于刚刚形成这样的独特排列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好 在这样的位置 他也属于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的突破 如果说你看更大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他整体来讲 属于大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区域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同样的 如果说后面 他持续高开或者冲高 最强的方式呢 他可能会连板 如果说不能连板的话呢 回落反而是低息的机会 那么操作方式呢 就按照咱们这样的一个口诀 就说呢 如果说以低息的方式 那么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口诀 进行把握即可 好 那么再给大家举例的话呢 像路效科技 也可以的用牛股绝金 这样的一个操盘系统来进行把握 也说呢 回落 随着呢 价格的一个上升 也说呢 你在列数呢 在当初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把握的时候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 那么你涨停板 起涨的位置 列数呢 在七块钱附近 七块钱下方 在这样的位置呢 低息 你可以呢 在七块钱的位置呢 作为一个止损的一个参考位 那么随着价格的上涨 你再以这个位置 作为止损参考就已经不现实了 但是呢 从操作的角度来讲 如果说呢 持续上行 连五天均演都不破 你是没有看空的理由的 如果涨 冲高之后呢 出现急促的上涨 便利五军 减持 如果回落的话呢 连十三天均演都不破 又可以 把减持的仓位低息 那么呢 底仓不动 这样的话呢 走强 你不会踏空 如果走弱的话呢 你把十三天均演作为波段的防守位 把五天均演的作为这种 短线强弱 攻守的这样的一个防守位 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点 好 那么呢 像这种没有走出趋势的 你只能作用短线的视角 不管你有多么看好 它还没有形成趋势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趋势的视角来看待 好 包括呢 像柏维合金 像柏维合金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当前它只是一个超低反弹 而且呢 是这种小的平台突破 但是呢 如果说 再往上 走一走 就那这样的个股 如果说呢 调 它是短线的卖别 如果说呢 再往上面走一走的话呢 再往上面走一走 震一震 然后再往上面 以这种方式上涨 那么必然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像五天均线 上穿一百四十十年均线 十三天均线 逐步的上穿一百四十十年均线 开始形成这样的一个多头排列 它才能够形成趋势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它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呢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就是呢 用牛股绝金的这样的一个 操盘体系来看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构成 它的一个构成的话呢 是属于什么呢 主图指标 核心参考的是 MI均线 像五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七八二 这里面呢 有一点需要注意啊 就是你设置好之后 如果说像个股 它上市的时间 没有那么长 那么呢 七百二十年均线 它是不显示的 不显示的话呢 你重点用五十三 一百四十四 来作为重要的一个 参考点即可 那么呢 我在前面有专题的一个视频 讲到呢 周看牛熊 日看强弱 一线 就呢 这里面讲的就是一百四十四年均线 好 那么像辅助指标 MICD呢 用它来观察的是 强弱周期的公正 灵头下方为弱 灵头上方为强 灵头上方的精神的双赛呢 和灵头下方的精神的双赛呢 它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 量能 能不能保持一个量能的一个 量能的话呢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有量有未来 而且呢 是资金不善 机会不善 资金一旦消散 那么呢 风险大于机会 那么像 结合呢 像主力成本这一块呢 咱们也有专题的 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讲解 那么今天呢 这是综合运用 用这种方法的话 再结合咱们刚才一开始给他讲到的 对于 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方向的时候 处于这样的一个震荡 不管是 这样的一个缓涨通道也好 还是缓跌的一个通道 还是这样的一个横盘 居行的这样的一个横盘 在没有形成方向的时候 你用均线来作为参考买卖 实际上是属于 哭笑跌费的 就叫哭笑结费 那么呢 如果说已经形成 趋势错程 在这种方向下里面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他如果说真的持续走强 你不至于踏空 能够把握住大牛骨 但是呢 如果说真的走弱了 你我们呢 以强弱 用五天均线来去看 就是以这种攻守 那么呢 以波段的角度来讲呢 用13天均线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他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原则和操作方法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是对于最简单的技术方法的一个最灵活的运用 任何一种方法你能不能把它运到极致很重要 能不能完全驾驭很重要 就像什么呢 在明明在横盘区间里面 你非要用均线来去参考买卖 你肯定是 你这边卖 它那边突破 你那边追 这边跌破 因为它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的话呢 在没有方向的情况下 最好的话呢 可以用这种趋势通道 用趋势线的角度来进行观察 而不适合用均线 刚刚形成方向的时候 要说均线呈现多头排列 还没有出现 连五天均线都没有跌破的时候 你不要就呢 涨的时候 你不要猜 什么时候见顶 跌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猜什么时候见底 它一定呢 顶 它首先呢 最起码先跌破五天均线 对不对 底的话呢 最起码它先有资金接力 资金接力过之后呢 它要过着一个底部平台筑底 然后的话呢 再形成趋势 好 同时的话呢 这是结合交易口诀来看的话呢 进攻过快防回头 当简 进攻状态可持有可持 防守均线呢 看波段 这个指的是13天均线 不破 就是呢 这是对于滚动操作的 不破呢 低息有胜算 止损设置不更改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就说是在它 在它趋势搓成的时候 我们最错的这样的一个买点 列书呢 用个股来看的哈 列书呢 咱们 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好 列书像上海电器 如果说呢 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附近 作为一个底仓的一个介入 底仓介入的话呢 那么下方144天均线这个位置呢 它也是作为 下方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支撑 而你可以呢 把它作为一个 支损的一个参考位 列书呢 如果说给你第七的机会 你可以在什么 5块3附近 作为一个支损的参考 真的再往上冲的时候 你还以这个位置 作为支损参考 就不合时宜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握什么 波段可以 坚守 13天均线 作为一个参考 明白了吗 好 就像呢 就像咱们 像 像格林美一样的 你说在这个位置呢 咱们给它讲到过 它说呢 后面 因为它作为一个大的平台突破 后面呢 它又很强的强势 就是反暴的预期 但是呢 如果说作为一个 作为这样的一个分析 它后面确实也兑现了 如果说它没有兑现呢 而是出现了吗 出现这样的一个 又持续 好 在这样的一个震荡 震荡当中 又往下 把什么 把这样的一个13天均线 好 换一个延时 把这样的一个13天均线 给跌破了 跌破过之后 你这个时候就没有理由 就是呢 即便你看好它的未来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理由 不减持或者不应对的呀 对不对 那么呢 如果说回落始终不破 那么呢 它是一个洗盘或者叙事 如果说破了 那么呢 我可以先离场 好 这是咱们给它讲的内容 当然了 在 修缠的 头条主页里面啊 是有一些 视频合集的 因为呢 最近有很多新的粉丝朋友关注 那么在 修缠的 头条主页当中 你可以点击合集 合集的部分呢 有一些像开线基础呀 像MICD的 在哪个运用系统讲解 包括呢 像 交易纪律里面的指引资损 以及呢 最传统指标的运用 包括呢 像禅论的技术教程 这些的话呢 其实 很多时候 不在于说你的 学的技术有多么复杂 而在于说呢 你能不能把简单的技术呢 能够运用到融会贯通 以及呢 这里面有足力行为学里面 足力洗手洗盘 足力拉伸出货 足力散户的关系 我觉得呢 对于很多粉丝朋友来讲 根据自己的需要 应该能找到 可以让自己提高的方法 好 这是咱们今天 晚上呢 给他讲到的 这样哪个 方法 以及呢 运用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另外的话呢 就说是 修长给他做出的分享 更多的话呢 是我 在 在 此战当中 觉得呢 非常有用的 那么呢 更重要的是 应对 点到 就是点到的方向 后面 兑现了 并不代表 修长有多么厉害 只能说呢 这样的一个分析逻辑和方法 可有可取之处 那么如果说后面的行情 走坏了 或者个股下跌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 用纪律来去控制风险 而不至于 不至于 让自己停留在一种 妄念当中 这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好 再见